未要案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有沒有講 盧秀燕已經全台中市徹查了 你新北市要不要跟 你是市主 盧秀燕是在旁邊看戲的 他都知道 如果我戲看看下一攤台中市報的話 換我盧秀燕倒楣 我先主動去徹查 主動去稽查 我抓到 那我叫做抓肉 如果我沒有去抓 被爆料 那叫做我失職 新北市不動就不動吧 對不對 好像一副就是個案 結果今天爆出來 戲子某幼兒園的小孩 有微量的安眠藥 對不對 這個微量安眠藥是媽媽 媽媽在戲子人的社團爆料 而且這個微量安眠藥 媽媽講得很清楚 第一次醫院驗出來 有安眠藥 醫院未求慎重 因為小朋友那時候感冒 有吃藥 把那小朋友的藥單 跟用藥基礎全部調出來 再驗第二次 發現跟那個用藥單 完全無關 對不對 那我這件事情 也又進入調查 那到底有或沒有 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對於這對於侯友來說 又變成我們多吵一天的話題 對不對 你當時不主動急查 你現在就是要扛這種 你連市政都做不到責任 好今天板橋又有新的 叫做本二彈平 本二彈平說只有20 不知道單位是什麼 標準是200 說什麼板橋有本二彈平 對我第一個是細紙 第二個是板橋有本二彈平 那對於我來說 或對於家長來說 這本來就不應該有出現在背景值 對不對 不要糊弄 我們沒有學科學 我學理工 所謂的背景值是 我在天然的環境 本身就會接觸到的 我有可能會有背景值 比如我身上的輻射含量 我身上的鐵 我身上的菇 我身上的納字叫背景值 超標就表示有問題 可是到底小朋友 怎麼會接觸到本二彈平 不知道 他現在不只講背景值 他現在說你檢測的過程 有干擾因素在存在 不知道嘛 對啊 所以說就要毛髮嘛 那我告訴你 那個環境污染值的話 陰性就是200耐克以下嘛 20幾耐克一直說餵毒 餵毒到底毒是誰餵的 連那個衣服會的執行長 林慶豐都出來講 很多都是干擾因素對不對 他在耐克 二十幾耐克 兩百耐克以下都是陰性 所以這個都還要查明清楚說 到底是不是體內嘛 對不對 好那未要按這種東西 我為什麼講說 侯友宇處理的 實在是不大好 對不對 除了說原班人馬 就是恩恩那個原班人馬 出來處理這件事情 用的手法 還是一模一樣 那個老套之外 你沒有立即回復嘛 對不對 立即回應嘛 像民進黨從一開始 包括什麼羅智正 吟慧馳 還有那什麼卓冠廷 對不對 張宏露 蘇巧慧 吳征 張志豪 戴偉山 對不對 甚至連賴清德都出來講說 這個已經從四月就已經有人通報 那問題是通報 事實是這樣嗎 現在已經查出來了 沒有通報 那劉美方就是講錯了 他自己也講說 承認他講錯嘛 對不對 問題是民進黨一直在把這些話 全部拿出來 全部都說四月就有發生 那你現在澄清了 那你現在澄清的速度 是不是夠快 我不知道那老百姓裡面是不是已經找已經有一個繼承的印象在那邊 而且說真的 包括那個戴偉山 我真的要譴責他 他一直告訴你說 這個案子是一個餵毒 對不對 到現在巴比特的那個檢驗都還沒出來 要兩個多月 那個毛髮鑑定才出來 釀玉血液裡面都呈現 都告訴你說 那個不是不能夠成為說 他是不是有餵巴比特的問題 那你為什麼可以直接就講餵毒 你看他出來開記者會 民進黨全部都是講餵毒 你沒事的話造成社會恐慌幹什麼 有素質不代表體內有 那個今天其實很多專家也都出來講 因為那個檢驗那個東西就像大海撈針 他會把很多類似的東西都撈起來 然後你的尿液 他用尿液在驗 尿液也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質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們只會判定有或沒有 那個素質只要沒有到達他的標準值 那個都是沒有 那也不是說體內有這個東西 那個是可能是別的干擾物或什麼的 不見得是這個東西 所以很快就講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也沒有要講那麼細 因為這個部分 剛剛學哥也都有澄清過 你看他馬上這個圖 一天大概現在會發大概七八個出來 比如說你看謠言 這個什麼說什麼 新美市已經有人被長期餵毒 餵了兩年多 這聽起來就非常恐慌 這個謠言嘛 然後還有說什麼 還有民進黨一直在打說 家長四月就已經通報了 新美市政府都不管啊 幾十天都不管啊 為什麼呢 因為為了要讓侯友宜 五月十七號順利被徵召 所以不敢讓這個事情爆發 這個事情也是謠言嘛 打擦 第三就是民進黨發言人講說 什麼藥物濃度就六十四就是有 剛剛我也解釋 其實有這個數值 不代表是有這個東西 那個是可能是干擾值 所以在下面就講說 賴清德散佈假消息必須道歉 所以這部分就告訴大家說 他現在他有在動了啦 他有在動 然後我據說就是說 他的那個團隊 以前就是兩個 一個副市長 一個副秘書長 轉去全辦 謝勝達 然後再加上幾個 這個其他人嘛 那現在好像本來說堡壘嘛 門比較沒打開 現在已經打開了 慢慢要有人要進去了 像陳國軍什麼什麼要進去 那黨部的部分 我覺得當然黨是一定要幫 幫侯友宜 針對朱立倫整合 除了這個之外 侯正寅對於國民黨 區域跟不分區立委的提名人選 也有想法 當場朱正寅幕僚仿向 立委提名是黨主席的全責 朱立倫是主席說得上 兩方爆發嚴重認知衝突 及口巧 最後不還而善 我這樣講好了 不分區的提名是朱立倫的老本 是他的棺材本 他現在苦判活判 就是要判提名不分區 你現在跟他要不分區 怎麼可能 而且朱立倫不分區 我們瞭解他答應多少人不分區 那個名單攤開比春聯還長 他怎麼可能跟你侯友宜 所以對於朱立倫來說 這個上報這個獨家 我要談什麼 只會有兩個人知道 一個是朱正寅的人 一個是侯正寅的人 對 他怎麼會放出來 他就放到說上一副臉 侯友宜幾點尿尿都知道 對不對 表示裡面有 我們年紀人叫做庇伏 裡面有這個爭執 對不對 表示朱正寅一直覺得說 侯友宜你爭氣一點好不好 然後侯正寅一直覺得 朱立倫你可以幫點忙好不好 就是變成說 你到現在此時此刻 黨中央跟朱立倫 朱立倫的黨中央跟侯正寅 磨合都還是失敗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多少我每一次來這邊錄影 都有新的放話 上次是瘋傳媒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每一次都有新放話 我要看你們要磨合多久 所以在這樣狀況之下 侯友宜穩定第三名 已經四份民調 對不對 那今天出現第五份 什麼意思 侯友宜穩定四份民調 就是美島電報兩份 然後昨天零傳媒一份 關鍵報告一份 四份第三 穩定侯友宜第三名 現在新的一份嘛 這個 游宜龍的民調 他雖然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還沒有講侯友宜第幾名 因為他習慣擠牙膏 所以他就先公佈政黨支持度 政黨支持度 民進黨還是第一名 二十四點六 國民黨二十點四第三名 台灣民眾黨二十二點二第二名 我這樣講好了 明天應該會公佈 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民調 我看我猜得對不對 因為這份民調有激進黨 這六點三八 後來應該會回到賴清德身上 賴清德的盤是比民進黨盤大 所以賴清德應該會三十幾趴 那侯友宜應該 因為侯友宜的盤一直比藍營小 對不對 因為柯文哲到現在沒有整個藍營 對不對 所以侯友宜盤會回到十八十七 更慘一點十五十六都有可能 我認為是十八到二十之間 所以侯友宜就是一字頭 那柯文哲應該會占到二字頭 所以變成一二三 侯友宜民調是十幾趴 柯文哲是二十幾趴 賴清德是三十幾趴 那這個等於什麼 第五份民調 說到侯友宜是第三名 那這個狀況 如果一定要講網路聲量的話 就是這個網路聲量的話 你看我們常常引用嘛 這邊TPOC 台灣疫情研究中心的聲量 好感度侯友宜也是第三名 對 這個淺藍的是柯文哲 聲率是這個賴清德 那個聲藍是侯友宜 侯友宜也第三名 所以六份支持度侯友宜都第三名 對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一直在講嘛 母雞不夠力 小雞就到處失散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什麼 夜會柯文哲嘛 小雞去夜會柯文哲 還有這種事情 民進黨的提名立委候選人敢去夜會柯文哲嗎 還有小雞公開講 尤淑慧嘛 我需要柯文哲的支持嗎 還有誰羅志祥 下架民進黨大聯盟 這才是重點 至於支持柯文哲或侯友宜都可以 可以這樣子喔 彥聖你們黨紀死掉了是不是 黨紀死掉了嗎 我四年前罵一下韓國瑜 我還不知道我選人 我被開除 羅志祥不用開除 尤淑慧不用開除 黨紀死了嗎 死很久了 死很久了 還是看人在說 你知道小咖就開除是不是 我四年前我不是候選人 我也沒有說我要支持蔡英文 我也沒有 我說韓國瑜不對 我就被開除 現在你是怎樣 現在直接說我改品柯文哲 對 該有這種事情 也是反應下啦 他有澄清啊 我在那裡講 好 那尤淑慧總是沒有澄清嘛 尤淑慧說需要柯文哲 對不對 夜會柯文哲 這些都有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段就變小雞到處在找母雞 可是有趣的事情來了 全臺灣現在唯一還幫侯友宜送暖的人 是賴清德跟許利民 民進黨很怕侯友宜被換掉 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眼睛太...以為我是夜障中 看錯了是不是 這什麼 最新總統民調曝裕跡象 民進黨高層說國民黨集成實力還在 這誰講的 許利民 許利民分析 雖然侯友宜民調是往下走 但必須提醒 他也不是這麼看外吼 他說我許利民 也沒這麼看侯友宜衰小啦 為什麼呢 因為國民黨的縣市長 立委議員還有那麼多的席次 總體來說 國民黨集成還是存在這樣實力 並不是那麼衰弱 現在唯一送暖給侯友宜 是民進黨 侯友宜已經惱死了 民進黨是侯友宜的葉克摩 希望他不要死 許利民講這段話在什麼背景下 是開中指會的時候 許利民做黨務報告的時候講這段話 他講完後怕記者不知道 他幹嘛 據轉述他就發言人出來 跟記者講說 白白白白 我許利民覺得這個侯友宜OK的 我沒有那麼看壞差 賴清德更好笑 賴清德幫侯友宜 叫侯市長加油 侯友宜現在三天兩頭 都在罵賴清德 每天都罵 賴清德一次動怒都沒有 說侯市長加油 你加油好不好 為什麼這對手難找 那麼罵咖對手哪裡找得到 我是覺得豬跟侯吵架 這事情是不太可能 他們兩個吵架 衣服哥在瞪你 大家怎麼知道 衣服哥在瞪你 他在桌子底下 隔壁老黃怎麼會知道 隔壁老上怎麼會知道 那豬也不可能 豬跟猴也不可能 吵完之後跑出來講 就說我跟你講 我剛剛吵吟侯友宜了 江還是老得辣 不會這樣子講 所以我認為可能就是 他們有針對討論一些事情意見不合 然後被講出來意見不合的部分 就變成他們倆吵架 貓在鋼琴上就昏倒了 但是我覺得意見不合很正常 因為選舉是這樣 十個人有二十個意見 每個人都會給一堆意見 我上次鄭浩選舉會給他意見 他就不採納 所以就是說你會給很多人意見 那現在大家針對說到底要怎麼整合 誰去整合 可能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有意見不同的 可是我覺得沒有 黨內的整合沒有什麼問題 關鍵就是說 大家是不是可以 趕快融入到一個辦公室裡面 這才是關鍵 那第三個就是 剛剛又請說 那個羅志強部分 羅志強他有特別澄清 他講說他絕對是支持侯友宜的 他不是說支持柯文哲只是說他支持政黨輪替 那是他講法後來他後來他跟我說的 他支持政黨輪替 那他認為只要只要沒有做到整合 藍白整合基本上這盤就輸了 所以到時候是投給柯 或是投給喉沒有意義 他是這樣講 所以他不是說叫大家支持柯 他只是說要政黨輪替 而且要努力去做 那我覺得對於小機而言 真的因為只要民眾 民眾黨現在厲害的地方在這邊 就是只要民眾黨 他在那一區沒有提名人 其實每個人都要去扒民眾黨 藍的也會想要去扒 綠的也要想去扒 因為立委選舉就是要過半 要過半 所以當然會希望自己的選票極大化 所以你看 為什麼國民黨有很多要選立委的 在民眾黨還沒有推人去那一區之前 都會對柯非常友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嘛 所以我相信不止 不會只有什麼臺北市兩個啦 我覺得還會有啦 還會有喔 應該是會有 現在民眾黨已經是第二大黨 已經打敗國民黨了 所以這是我們 連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 都贏過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喔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危機 那我覺得民眾黨有佔一個便宜 就是說 比如說以前藍綠在吵架 比如說只要國民黨罵民進黨黑金 民進黨就說 你們國民黨不是誰誰誰也是 然後不然就民進黨罵國民黨 你什麼黑金 國民黨就說那你民進黨不是誰誰誰也是 所以民眾黨就很自然就說 你看兩邊都有 結果我沒有 因為他是新政黨啊 他沒有什麼人啊 所以很多人他就吸引到這些票嘛 然後另外就是那個民進黨 我覺得之前那個信騷 信憑的案子也是一樣 就是之前標榜這個信憑 進步價值 很多年輕人會去投給他 可是後來發現說 你表面表面上面支持信憑 可是實際上 當你遇到案子的時候 你是壓案子 表裡不一 那這些票呢 也不太會跑到國民黨這邊 又跑到民眾黨那邊 所以這次為什麼民眾黨 他的他的支持度 突然漲這麼多 一部分也是因為民進黨的那些 年輕人流過去的另外一部分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看不下去 國民黨現在一直沒有整合成功 失望覺得科P好像看起來比較好 所以會科P 這就是我們 那你覺得這些人會回來嗎 就是只要我們的主張 跟我們振作起來 就讓他覺得說 國民黨還是可以可以信賴的 他們會留 所以他的支持度高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民眾黨的支持度 是飄忽的 他一下可能會很高 一下又會低下來 一下高 所以這段是流動的 所以只要我覺得 我剛剛講說 我看到契機制 侯現在團隊有加入新的人 然後反應速度變快了 然後他自己講了 七月多 他會開始繼續推很多主張出來 等到這些主張能夠說服人 然後跟科P做區隔 這些人我覺得還是會回來 給他一點時間 國民黨現在面對問題 真的侯友宜現在有點內外交迫 我先談內的部分 羅志強今天擺明就開第一槍 是啊 對啊 我同意證號講的 黨記要不要拿出來 黨記所在保險箱嗎 忘記密碼了嗎 打不開嗎 而且羅志強在國民黨內 他是有領導作用的 去年苗栗縣的縣長 徐耀昌公開去幫中東警站臺 到現在沒有沒有黨記處理 完全沒有 在處理國民黨沒人 對 然後羅志強因為他現在是預備犯 因為還沒有開記者會 等明天開完之後 犯罪事實完成之後 你看黨記要不要處理 如果黨記所在保險箱密碼 忘了你問李正浩 李正浩記得 對 要退選我有密碼 對 也就是說你 為什麼我講 我不是說討厭羅志強到什麼程度 而是說你這個第一槍 你如果不壓下去的話 後面就跟打地鼠一樣 是 全部跳起來 那你到時候壓都壓不住 你國民黨自己有提名總統候選人 你的你的立委候選人 公開講說 我不一定要支持這個 我要我訴求政黨輪曆 當然葉原資可以解釋 羅志強可以 政黨輪曆偷 侯友宇也是政黨輪曆 你如果要鼓勵大家投侯友宇 有必要出來開記者會嗎 你本來是國民黨的 你就跟柯文哲泡妹眼 看柯文哲會不會接球 對不對 所以羅志強這個是第一槍 我再告訴大家一件巧合 過幾天韓國瑜生日 羅志強是接收韓粉裡面 最多的一個人 對 所以侯友宇趕快去跟韓國瑜見面 而且要公開 真的要公開 這個是內 那所以他現在內部的整合 的確有很大的問題 也就是說侯友宇的團隊 沒有人打過全國總統大選 可是排他性就強 所以就變成說 這黨國民黨中央跟他們開過會 好幾個人都講過 就感覺是話不投機半句多 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是他自己要面對的問題 朱立倫不是上個禮拜 宴請黨內一些富有選舉 任務的一群人吃飯 裡面人家就問他 問他說 郭跟函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他不是回了一句話嗎 有權力的 必須有權力的人才能解決 對 意思是什麼 侯自己去解決 對啊 你現在要選總統你權力最大了 當初誰跟侯說 韓跟那個鍋的事情 他會想辦法去處理的 不是也是豬嗎 啊現在怎麼又變成是別人在處理 啊 對不對 啊別人在處理 幕僚吵架 幕僚裡面有怨言的就是為了這件事啦 就是豬根本沒有去處理韓跟鍋的事啦 幕僚吵架 我聽到的是 對啦他們說造謠嘛 然後一個說幕僚沒有吵架 那可能就是猴跟豬吵架啊 所以跟幕僚無關啊 你不是連猴跟什麼時候尿尿都知道 沒有那是另外一種事 所以是猴跟豬吵架喔 沒有啦 那黨內傳 黨內一開始傳的 的確是猴跟豬先吵架的 哦 那為了什麼事 為了就是含跟鍋的事啊 什麼時候 各位還記得五月二十七號 我們不是說猴 猴鍋含齊聚高雄嗎 欸 說又不是有可能碰面嗎 突然鍋取消 對 然後含在國外 嗯 哎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所以有怨言啊 你你韓國你朱立倫 到底有沒有去處理嘛 原由是這樣來的嘛 所以原來猴有儀跟朱立倫是吵了一架 哦 我我們說 但是吵架的事確實有 如果不是幕僚的話 那不是當事人嗎 哈哈 那是你的推論 不是幕僚 不是當事人嗎 有爭議 那莫名其妙啊 昨天放一個說 你們竟然吵架了 還放一個消息說 這個朱立倫會接 侯友宜競選總部的主委 沒有 哪一個不是這樣 那個是人家媒體分析 那個是分析 結果到最後無限無限無限 擴成這樣 對不對 你看那個國民黨出來否認 說什麼幕僚沒有吵架 造謠 沒有沒有 但是有沒有否認必須有權力的人才能解決 沒有人否認這句話 沒有人否認這句話吧 是啊 那我就講了嘛 上週朱立倫宴請選舉有關的人吃飯 人家問他郭涵的事 他這樣回答的 講得夠清楚了吧 不然朱立倫你要告我嗎